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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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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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数据键盘的话 有一个地方挺喜欢就这个按计算机 有时候我弄那个产品报架的时候 就我又弄有些跟报架有关的时候 我点一下它自动出来 这一块是挺方便 就是一个计算机 这一点就反正就是说 如果你是对文字处理 或者文本处理上面 就是说档案处理 有比较高的强度 就鼠标的不是那么重度 反正键盘是重度的 然后你不倒戏 这一把是很合适 就是它价格比较贵 然后这个反正就是点的话 手感也是相对来讲 也是OK 反正就很轻 你反正不会误触的话 也不是打游戏对吧 反正点下去的时候很轻 你也不会所以按下去 我说卡了会硬这样子 就我先用按久了 你会硬吗 我先买那把30的 用久了 然后一按下去 要使劲一按 然后才那个可能就不知道卡了 还怎么样 反正就里面那个夹 口什么顶住了 你们有用键盘的我相信也懂 然后就其他的一个删除键 这两块这个位置比较贴心的 然后其他的常规都有 这两个按键真的很贴心 而且是怎么样 我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这块这样 或者这块反正就这块的话 反正就是说怎么讲 你一开始习惯整个这样子连一起的话 可能会不太习惯 然后我后来是怎么样 我这一块这样用 然后这块或者有时候就这个 这个要放前面 那么这个放在这边 就这样为什么 我有时候画图可能是按这几个键 什么control加J对吧 或者这样子control加J 因为我通常按的话 如果用传统那种 我会这样子按 那现在这把的话 我要习惯是怎么 这样子就control加J 就是ps那复制同层的快捷键 就是说你要习惯这边用 然后在这边用 然后手上面这块 这两个我们介绍完了是吧 那我们先放一边去 那讲到这个了 那首先键盘上面这样子 蓝色的这个 这个这把键它很简单 这一点也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里一个按键 打开关开关开关 就这样子 很物理的一个开关 其实这有时候这一点很方便 我个人是喜欢物理键多一点 对然后再下来它也一样这里有一个计算机的按键 再下来的话反正就这些首页什么的 其实这些功能其实很实用 像这个的话对吧 反正就再加上物理按键你随便换 特别是画头的时候 我有时候用vino和用sonyres的时候对吧 我会经常点apps这个或者别的contrl加8 或者这个contrl加8这样用不上或者别的 那我这个按键就相当于讲非常实用 我我开了按键就关 或者关了按键 或者是我按键关了 再把这个调到左边就变成蓝色这个状态 调音量调什么的 非常方便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非常那个什么贴心的 就这里它有一个这个垫高的 平常你这样子也可以 这样子的话就也OK 也也能用 但是我更喜欢垫高的那个样子 你看到反正就这样子 然后整把你们能看到 弧面非常棒的一个弧面 看一下这个细节 然后这一块反正就是你看到 这个弧面非常薄的整款整款键盘 然后四个那个woper对吧 然后其他的一个在这里有一个什么 就是 打开一下这个键 哎呀好吧 哎对你们你们会看得到 对它也是一个磁铁的 等等嘛 也这里我插电池磁铁啊 反正很方便 然后它这个东西它就这样子 对也是磁铁 就这下比较大声很保险 呃然后呢你电的时候平常嘛 它是这样子 你们能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它是这样子一个高度 平常这样子可能就这么高一点 一点那电了以后吧 它有个好处怎么样 它整个键盘就是说你可能本来那现在比如说这条屏幕上面水平线叫做桌子 那它电高会这样子 那你手按的时候吗对吧 就是说也是一个很水平状态 就是说你平常手我可能拿手弯 我可能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能懂我这个意思吗 这个键盘也是我平常打 我可能是这样子打 那现在我就变成这样子 就舒服很多这个 那这个就是说我很喜欢这把键盘也是暂时来讲我最喜欢的键盘 就是说对你看我现在这么这么一顶上去对吧 你看就整个就会这样子顶高 也就是说我按打按键的时候会这样 就是说我你看我整个手腕就是说成这样子状态 而不是这样子会舒服很多 因为长期间画图人可能会懂 就对就这个问题上就这样子 然后就整把键盘反正就是说适用性也非常高 而且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它microsoft的一个什么材料 把它摸起来非常舒服 也非常软 有点有点弹性这样子 反正是什么意大利皮革还是什么 我当时看它一个评测反正我也懒得那个 然后其他的话反正就是 这一个的话键上面反正键程都ok了 很清楚的声音 还有一个地方就拿键盘很方便 它主要是这个扣 我这么我很多时候这么拿 然后可能是说这个这样子 或者是说什么情况 就有时候就键盘你会挪 它这一点就非常贴心了 你看这么挪 我就挪左右的 因为我桌子会比较大 现在可能体现不是说那个感觉 而且我说你键盘你通常这么 它这个就不一样 就真的方便很多 反正就键盘来讲重量还ok 不算特别重 对反正平常我有做符合声什么的 还好还行还行 不会说很夸张的这样子一个重量 这块的话它是没有电池的 你看这个 反正这个按键我没有开过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反正就这个没有电池 好像是无线充电了 也就是说应该它一直用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我觉得 另外一个还是说它是有电池 我不确定 反正我到现在还是可以用一支的 然后长时间用的话 有一个确定就是说它你看我这个边 对有点很多很多这种小脏的东西 反正就是 对这个反正要花时间去插 但现在还好 反正我平常就反正就粗糙的用 我也是 然后整把黑色你看它这个渐变非常漂亮 非常有现代感 然后也很符合人体工学 就真的使用起来 它怎么讲 一开始看好像是专门为 就是说这种产品吗 真的那么 曲面产品也很少 市面上 因为以前可能学生时代做设计的时候 都很想弄这个 然后现在真的有实现了 因为现在很多都喜欢那种极简北欧的 全都是平的方方的 那突然来一把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当时就很惊讶了 那个键盘 这个键盘的话 反正也我现在买是三年保养 反正三年我就有坏我回去就试了 其他特别是这个 这个是真的我很喜欢的这个一个垫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给你一个木垫那样子 卡在这边 但跟这个感觉差很多 因为木垫那个我之前有去朋友那用过 反正这个它它会挪 或者是说它垫起来的感觉跟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个它刚好整个是往往前斜的 那效果的话 我现在这么一使劲压的时候 或者我这么去弄的时候 手腕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的压力 就是说对于整个特别我这种长期 长时间用电脑的人来讲的话 会非常舒服 对大概就这样子 那这把键盘呢 就我今天讲差不多就这样子 就三个反正就这个三个部分 那下集我会讲那个另外一把键盘 对的 然后最后会两把一起对比 好的 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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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